請你跟我這樣過 吃錯鮮香料真的會致癌 唯一就是這個薑千萬有 爛的部分不能吃 不能夠挖掉那個爛的部分 剩下去去吃不可不行 可是我們有時候 都是薑放到一半發霉 發霉的煙料 對 然後另外一半留著 所以長榮哥算是不要吃 會怎麼樣 肉桂控血糖 愛吃甜食也不用怕 他們在每次吃東西吃甜點 或是吃一些 比如說他們煮東西的時候 都會加肉桂 大概是 它大概是一小時 大概五克以內的肉桂 發現這一群人 他在餐後血糖 控制得比沒有吃肉桂的這一群人 來得好 所以我覺得肉桂可以用在哪裡 用在比如說你真的很喜歡吃甜點 而且你喜歡喝一些甜的咖啡的人 那你可能在 你倒是可以加一點肉桂 打錯鮮香料 養生農配效 最完整的趨吉避胸法 你怎麼能錯過 說到料理這件事情 今天我們就用服裝 來告訴大家我們的主題 有嗎 有 我就先女下凡 不然什麼 不好意思 最近喉嚨不舒服 不然你覺得像什麼 那白玉蘿蔔 蘿蔔姐姐 你根本就像蔥 是嗎 你是綠 但是我跟你講 講到吃的東西 我們還不及這一位 對不對 紅蘿蔔姐姐 來 我自己講辣椒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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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食譜 辣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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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挑好食材 對 所以希望謝謝 這一本食譜呢 你都是教大家有很多簡單的料理 但做出來幾乎都是大菜般的level 原則上這一個 就是只要把食材挑得好 其實不用費太多的一個心思 因為我是一個上班 上班 我職業婦女 對 像職業婦女來講 我就希望大家回到家裡 用簡單的一個方式 用最簡便 也不用太多的添加物 家裡有的辛香料 家裡有的鹽巴 醬油 就可以做出很多的一個食材 對 所以呢 如果我們可以照這支柚姐的步驟 我們就很簡單 很多好吃的家常菜 對不對 一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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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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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厲害 不過呢 說到我們要料理好吃的料 這個東西呢 這個很多的 譬如說我們要加的調味料 辛香料 辛香料 那個是不能少的對不對 有什麼好處 還可能有壞處嗎 怎麼吃呢 我們要一一來檢視 好 來 好 這個辛香料呢 我們幫大家來整理 來看一下這邊 吃對的話 天天都健康 對 但是呢 這麼健康的東西 為什麼會有白癡的食物呢 白癡 白癡 白癡什麼意思 就是可能吃錯啦 好 來 蔥 薑 蒜 類 來看一下 好 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呢 爆香的時候 去腥增香跟美味嗎 對啊 這是一定的 一定的 對啊 但是這個爆香它只是有優點 而沒有缺點嗎 問題出在哪呢 出在哪裡 來 就是不要爆太焦 對 因為爆香麵有苦味 有苦味 對 都會有苦味 因為辛香料就是真香去腥 然後有時候還有可以增加一些刺激的 像辣味 你是很會料理的 所以你也會爆香嗎 其實家裡的火跟那個真正專業廚房 你火不太一樣 對 除非你燒很久才會真的爆香 但是我覺得後來我都用 煎香的 就是說其實油沒有那麼熱的時候 我的辛香料就下去了 慢慢把它煎香 就這麼大 對 你說你不太會煮吧 你不太會煮吧 都嘛可以爆香 真的嗎 我意思是說 你怎麼爆 比如說油冒煙了 不要太熱 只要微冒煙就可以下去爆香 稍微爆一下 有一點就是炒過的感覺 香味出來了就可以開始炒 可是我覺得你的重點是油冒煙 這個問題 油微冒煙代表油熱了 熱了之後它就比較可以爆香 可是如果你是冷油 你爆香 它味道是出不來的 出不來的 是啊 但是兩位呢 是在關鍋面前耍大刀 真的 只有姐 你爆不爆香 其實我知道因為高油溫 對食材來講是比較有傷害的 對 所以我都在最後的 比如說你的湯 或者你爆香完之後 在起鍋之前 我會灑一些新鮮的下去 哦 就比較有口感 哦 一樣的量分兩部分來做 對 四二姐有除塑果 真不一樣 就是他剛剛講的 確實是我們在烹調的時候 取的一個折中點 因為你知道所有的辛香料 像這個蔥薑蒜啊 他最怕兩件事情 一件就是高溫 然後剛剛Jacko講的就是說 因為你不太會把 用煎的 那第二個他怕的就是 所謂的長時間去烹調 所以你其實你如果是 那個蔥薑蒜長時間去做的話 其實他裡面的一些 比如說我們講的那個 流化素啦 或是一些蒜素啦 甚至於他的那個 辛香料的顏色 上面那個叫 那其實幾乎都會流失掉 所以基本上的話 如果你真的要吃到 所謂新鮮的辛香料 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稍微燙一下 或是像只有姐講的 前面是取決他的那個香料 那個香氣 可是你後面要吃到他的營養 其實你還是要額外再添加進來 這樣啊 可是如果你要這麼做 像蔥爆牛肉 它就不香啊 對不對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通常我們 蔥爆牛肉的那個蔥啊 其實他就是只有吃到 他的膳食纖維啦 就是說他該有的 你們說抗癌啦 抗氧化這些 都已經 我們幾乎在所有食用裡面 都已經打到五折一下的 問題像我們小時候啊 我們家裡還蠻常吃蔥薑蒜的 可是我都一直記得 我爸說 這個大蒜喔 不要多吃 對眼睛不好 真的還假的啊 真的嗎 我不知道啊 是你爸不愛吃拿來不合了吧 沒有 我們很愛吃 是不是你帶來吃大蒜吃去摸眼睛 不要眼睛不好啊 這大蒜 其實啊不只是這樣 你身體容易照熱發炎 眼睛有問題 腸胃不好的人 吃這些所謂 辛香料蔥薑蒜都要很小心 真的啊 蔥的東西它其實是屬於 新溫熱性的食物 對 其實蔥裡面它有一個成分 你知道你就不能跟蜂蜜一起吃 因為蔥裡面有一些含流的氨基酸 那蜂蜜的梅類有基酸 它兩個一起吃的話 它會拉肚子 它會形成化合物 所以腸胃不好的人吃了會刺激 一起吃是指時間多接近呢 因為不可能同時嘛 有的飲料裡面 它會現在打生機飲食很多 有的會想說 我加一點辛香料 然後可以壓那個水果的味道 所以他們會一起打 然後再加蜂蜜一起吃 對 那那個拉肚子是會有危害嗎 還是只是拉而已 會有危害 變成你營養素吸收不好 而且會造成 潰瘍 所以我說你有發熱的急患 比方說你眼睛剛好有 睫膜炎 肝炎症 賣力腫 或者是你有青光炎 其實你不能吃太多的蔥 它反而會損傷你的視力 而且如果你皮膚會搔癢 你有過敏的急患 其實是不能吃蔥 它會把所有的過敏物質都發出來 你會更癢 對 蔥是這點要小心 那薑呢 對 薑一樣是新溫 也是屬於熱性的食物 我們都知道 所以它其實是偏涼的 所以如果你身體是燥熱的話 薑千萬不要去皮 要留著皮組就可以保留這個 就是寒熱互相折中的這種性質 但是唯一就是這個薑千萬有爛的部分 不能吃 不能夠挖掉那個爛的部分 剩下繼續吃不可以 不行啊 有時候都是薑放到一半發霉 然後發霉被淹掉 對 然後另外一半留著 對啊 所以長榮哥下次不要吃 會怎麼樣 可能有黄髒素會導致肝癌 就是做的薑大蒜更是重要 大蒜在中醫來講它是 真的筍木啊 真的筍木 大蒜在中醫來講它是 真的筍木啊 真的筍木 所以如果你眼睛真的是那種 比較退化肝癌症或是弱勢 其實不能吃太多的大蒜 那量就是一天大概兩半到三半這種 對 你的一半就這樣子啊 對 這樣叫一半啊 這樣叫一半 對啊 可是這是以生食來講 如果說煮熟的可能 煮熟一定沒問題 因為它性質會改變 變成乾溫 不是還乾溫的這種性質 所以如果是三杯雞 它放了很多粒的大蒜在裡面爆香 那個叫當馬鈴薯吃有沒有 可以的 其實它的營養素是OK的 不過淑欣有沒有人在因為 譬如說吃蔥薑蒜 危害到健康的這種案例有沒有 因為有些孕婦 他在懷孕期間容易有孕吐 那他為了避免抑制孕吐 所以他幾乎餐餐都會切那個薑來配 因為他說這樣可以抑制孕吐 對 所以我們一想到到七個月大的時候 然後他就 然後導致流產 然後那個時候呢 那個醫生就說 這可能是不是因為他每天吃薑過量 造成這個情況 不過他這個說法其實引發一些討論 因為一般認為說 如果你每餐只是吃一片薑 要引起這樣的反應 其實應該是他身體有其他的因素 這我覺得應該還是量的問題 不會只是說我吃一片薑 然後來抑制孕吐 結果就造成這種結果 我覺得不大可能 可是之前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你會在那個網路上看到一個流傳說 生吃蔥會得A型肝炎有沒有 真的假的 這件事情 但是重點不在於蔥 重點在於什麼 重點在於他遭到汙染的蔥 一個事情為什麼會出現呢 早年就是曾經有一度在美國的一個州 我忘記是田納西州還是哪裡 他其實曾經就是爆發過一個群聚型的A型肝炎事件 後來一進去查才發現他有四個農場 他那個蔥的農場遭到汙染 為什麼遭到汙染 有些可能是地下水遭到一些糞便汙染 因為你知道A肝其實是一個糞口傳染的疾病 所以一旦你可能你的灌蓋水或什麼遭到汙染 然後我又沒有去充分的清洗 我又把它生吃 就可能造成一波的感染 像潘老師家裡都是怎麼樣來運用這些蔥薑蒜 其實蔥薑蒜我一定要煮熟 然後我是不要大火去爆 因為我們都知道只要一冒煙的油 其實就會產生一些毒害了 其實蔥爆牛肉的話 你可以把蔥先拌進去 然後冷鍋冷油去炒 這樣就不會了 冷油 對 冷鍋冷油去炒 其實這樣是滿容易的 冷鍋冷油去炒這樣 冷鍋冷油炒好久喔 所以還是請這個潘老師 是不是幫我們示範一道 而且還是以蔥薑蒜為主角的 我們只有所有的辛香料 有蔥 有芹菜 有香菜 但是一定要煮熟 好 來 好 譚老師今天讓大家有口福了 聽說這一道要示範料理 是所有的醫生到你們家去的時候 指定要吃的 對不對 我們在房獨門料理 叫做海鮮煎餅 就是油比較多 油比較多 煎餅油這樣子而已 可是這樣一般做煎餅都是半煎炸 外面有半煎炸 它外皮要變很脆 對 怕太油膩 重點是現在都還沒開火 等一下 還沒開火 這個要介紹一下 這裡面有什麼 這麵糊裡面有什麼 就是麵糊 就是一顆蛋 然後麵粉 然後有一些海鮮 又有花枝跟蝦 是這樣子 那綠色的有什麼 很多的芹菜 香菜 還有蔥 都在這裡 然後我們都把它切成末就好了 對 然後全部和在一起這樣 麵糊的量就是看大概這個 對 就是看你的喜好的黏稠度 不能太稀 因為太稀 它就聚散掉 對 那有加一些鹽巴什麼調味嗎 其實海鮮 就只要一點點鹽 其他都不要 而且因為芹菜 它是含鈉的食物 所以也不需要 芹菜是含鈉的 對 芹菜有一些菜 所以它已經有一點鹽味了 鹽分比較高的 對 OK 不管西洋芹 還是我們台灣芹都一樣 對 都一樣 所以其實 如果是一般腎臟病人的話 這個芹菜最好先燙鍋 因為它含含量比較高 我們盡量就是不要超過100度 因為所謂的乾式烹調 就很容易產生一些有毒物質 所以盡量就是低溫 那如果說你很急著要吃 你就可以蓋個鍋 蓋鍋就好 對 讓它比較慢 用其他的方法 而不是用火候的調整 對 不要不要 然後就火就是小小的就好了 就好了 真的很小你的火 不是 你蓋鍋了 你又把火轉小 就是 那樣的意思 不會 不會 這樣才不會焦掉 這樣你可好急 要急著吃了 你很餓嗎 因為你自己都指定要這個 我們就好想品嘗一下 不是 因為我們在傳統 自己家裡煮飯的概念 是那個火一定要有到那個量 對 對不對 那個熱度 可是因為它裡面的食材是新鮮的 它是生的 所以其實這種慢火來慢慢把它悶熟 是對的 是對的 要不然你只有外面焦了 裡面是生的 對 有道理 你看 可以翻開喔 這已經很酥 沒有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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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看到它也有金黃色的那個表面 對 慢慢煎 怎麼可能 是不是這個粉的量子 這是什麼樣的麵粉 其實就是一般的低筋 低筋的麵粉 筋你可以選擇高筋 中筋 低筋 低筋的話它會有一點點脆感 但是高筋的話就是QQ 所以你要酥脆就低筋了 對 對 就是看你自己選擇的這一個 對 因為我們昨天有一個新聞就是說 小孩子如果吃太多的麵粉 對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盡量不要調味 就是靠這個原始的 這些東西的調味就好了 所以我們待會兒吃你的海鮮煎餅 也都不再調味了 不調味了 就這樣子 那那個是 我有帶了梅子汁 梅子汁 是 待會兒如果吃渴的時候要乾的 可以沾一下 沾了 可以沾一下 有點類似泰式沾醬口味 因為泰式就多了很多芡 那這個完全是 這個就是 是原汁 是原汁 所以它可以 其實也可以沾醋 沾醋的味道我覺得也不錯 黑醋 白醋 對 水果醋 水果醋 你可以沾你有點水瓶的好不好 黑醋或白醋 有水果醋 有義大利醋 對啊 黑醋太嗆 白醋 好香喔 味道香來了耶 然後這個只要稍微切一下 就知道它熟了沒 熟了沒 對 就好了 就好了 有一點點雷同 Jacko你剛剛說的煎香 可是這個更厲害 這是最高級的煎香 這超厲害 對啊 老師只用抹的而已耶 就考驗我們的耐性 考驗媽媽的耐性 而且它中間的海鮮 我覺得是有一點被 你看它包覆住得很好 對 很多 外面有熱能嘛 對 都包覆在裡面 對 我要去買這個鍋子 這跟鍋子沒有絕燃的關係啦 不是 做法 我怕有人會這樣想 感覺很棒的樣子 不是 應該是說 要把譚老師帶回家 那也不可能 你有外賣麵糊嗎 譚老師我們可以先把這些食材 調好隔天早上再煎嗎 不行 這個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我自己試過 因為我們不曾放過一些什麼防腐劑 因為你調好的麵糊 幾乎到了隔天 它就發美人 我自己試過 因為我們不曾放過一些什麼防腐劑 對 如果你調好的麵糊 幾乎到了隔天 它就發美人 對 你放在冰箱 真的 它也會發美人 真的喔 線條線做 所以一定要線條線做 你這麼一講 如果我們在外面買一些東西 它可以放好久 你就擔心了 因為你這都是高蛋白 有花枝有蝦 有蛋 對 所以我自己調過那個麵糊 你如果放在冰箱隔天 就很多黴菌的 對 對 這個海鮮煎餅 我們吃吃看 香 先來吃一個原味的好了 事先不要沾梅子 好香耶 好 吃吃看 吃看那個味道 好好吃喔 不用放鹽 這樣剛剛好 很香耶 就是靠芹菜的味道 而且芹菜還有一個脆脆的口感 對 還不錯 好厲害 不用煎醬就好好吃 因為少了餐廳那種 酥脆的東西 但是它多了那種綿密 然後又很香 然後那個青菜的香 加上這個麵粉 它的香也被煎出來 對 而且老師把它海鮮切成一塊一塊的 很有口感 好有口感 好好吃 是加了什麼 為什麼覺得甜甜的 鮮 海鮮的甜味 試看這個 再吃 我們在每個 好乾淨的口感 就不會覺得很油膩 對 不會覺得不舒服 太棒了 可以學起來 而且營養很完整 對 這是我們現在要學習的 吃食物的原味 對 對不對 謝謝台老師 謝謝